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所有的费民 周一早晨 一个二十岁的生命 踩下了急刹车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ICU的一天 从面对失败的必修课开始 也不看您是几岁就把您带走了 除了家属 我觉得我们医生是最想让病人 好转出院的人 喂 你好 这里区 好 家属你不能进来的 你没有在外面住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这个病人是一个移植后的 肠道排液 颅肋感染 他这个肚子去看的时候 当时我就会认识 这个肚子是鼓出来的 就是那样的病人 当时外院都觉得 就是不好去处理的 张广之 安徽人 今年52岁 他患的是MBS 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 这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 高风险转化为急性白血肿 大部分人生存期仅15至30个月 可能说是专科的这个最后的防线 或者是说为他们专科脱底也可以 我们就是希望这样一批病人 专科认为救治存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拉回来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使命的 苏都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拥有全国最好的血液科治 至今已成功开展 2900余例造血干细胞移植 每年有很多像张广之一样的患者 从全国赶来 有个病人应该属于重症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类病人的一个男员 要么不来 依赖度很重 我们看到的血液科病人 到我们这儿都是终点的一些病人 那可能看到这样的故事 其实都是很难受的 我们也会尽一切权利去抢出他 真正他的一些生命的希望 但是从目前没过来的 遇过还是很差的 因为有的病人可能移植后 不是他本病的问题 那就是死于某个病房 整理他 就是也没有提前遇 就出来一下 因为血液科的病人 他进展非常非常快 本来可能就是单红的 你们认识可能是单红的病人 那你发现肺也不好了 脑子也不好了 肺也不断 可能后面盖身功能也不好了 从目前屏幕的这个情况 已经出现了不好的征兆 如果要是就是都进入 看不好了 你们这边的圈也看不好了 已经很恶化了 对吧 我们你知道我们村庄拉回家吗 因为他家里有个压力 这个我们总是一个意思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你们家属也是 我们医生也是 都想给你服务吧 这关键我们就想活一把 重症医学的发展 帮助更多人赢得生命健康的权利 但是ICU不是保险项 在这之前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 急诊ICU收治了两名恶性血液病患者 年纪都在20到30之间 抢救都失败了 其实每一个ICU的医生 都不愿意收到学的课 因为治疗的效果不好 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自己已经束手无策了 然后家属也花了很多钱 而且很多其实很年轻 包括前面两个人 到最后他死在病发症上 很可怜的其实 我接班的时候确实是清醒的 叫的是可以叫醒的 入院的第一晚 张广之叫不醒了 还没来得及吃饭 值班人员便聚集在宠宇 神经系统反应评估 从A变成D 在重症惊呼最重要的窗口期 长时间的婚姻 有可能意味着脑出血 继而心脏生活 醒一下 张宝之 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你血压再看一下 你赶快把它弄在里面 看下去吧 我血压再高上前来 心动过速 血小板异常 电解之暴净 听见吗 张宝之 你听见吗 眼睛睁一睁 用力睁一睁 哎 好像睁开了 我睁开了 好像睁开了 哎 张广之 醒了啊 张广之 哎 小鹿啊 反正倒出一品嘛 还是给它稍快一点嘛 就是大概反正是 现在是一小时有300的 差不多吧 反正就这样补吧 看看阿兴 再下了一点 由于排异 张广之三至五米的长道 失去了功能 那还行啊 那个颜色还好啊 没有那个 没有抽屑 抢救随时可能发生 为了维持体内外平衡 这一晚 医护人员都忙着为它扩容补业 今天晚上看江南往里面去 这个 老人去的 那跟老师讲了一下 对吧 一个人盖完了 就更事不方便 你现在这个补业速度多少 300 还行 挺好的 这老奶奶不睡觉 幸运的是 张广之熬过了这个晚上 他以死神打了个照料 被发了一张黄牌警告 但是现在那个 他的情况我觉得 恢复的还是比较快 关键是早准的原因 所以现在你看 来了之后其实才两天 但是我们把那个 腹腔压力控制下来 胃肠减压 包括这个压力控制下来之后 他现在根本都不需要 回去支持 还好吧 还好吧 本来咋的话也讲不懂 今天话也讲懂了吧 我们就在你们这儿堆嘛 你们在我们这里堆啊 你去堆 这你好了 我们不让你堆 知道吗 我想跟你们在一起学医 你也学医是吧 我也想学医啊 好的 所以救人是好的呀 你好了 我们一起做我们的工的 做铺的 血液里的病毒 已经侵袭到神经系统 很多事 张广之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今天早上我都看到他 我说你 你看 你 她好点 我是谁啊 嗯 你是我妈 还是有点不清楚 但是比昨天来的时候 昨天问他什么 他都不回答 然后老师东张西网 自己还笑 慕名其妙地笑 确诊 化疗 移植 排疫 自患病以来 张广之在医院辗转 已经快两年 疾病让他变得骨瘦如柴 真是老大 那自己动 谁都死呗 目前来看应该说 这个病人还是有希望 能够出去的 那么 但是后期呢 可能一些治疗上面 还要再看一下 这个不是说 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纠正的 应该说 但是我看那个蜡还要158 还能过去 要么稍微再等等 比病情来得更快的 是心理的波动 张广之开始想念家人 高昂的医疗费用 和巨大的生理痛苦 有75%以上的血液病病人 会出现心理波动 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其他病人 这么皮子要大 嘴巴有点干是吧 那我想他们给你喝一点水 好不好 好 你现在双下肢肌力 比前面好多了 前面都动都动不了 现在能抬起来了 嗯 知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 现在是跟牛肉一起线约了 在老家了 在老家 我在老家 在苏州 在苏州的医院里 我们家里人都在那里 家里的人都在那里 那你现在住院的住院 也都真是你的企划来的 我看到了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他们就真是要不许进来 病房里的一曲一动 也是可牵动着门外人的心 血液病的家属 我都真的很坚持 每一个血液病人 背后我觉得都有故事 你一定要救我 我说我们一定会救你的 他说再次强调说 你一定要救我 因为家里面为了我这个病 已经花了很多很多钱 他说我一定要活下来 所以当时听了这样的话 其实心里面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应该说是这样 自己本身也很难受 对吧 好了 我们早点回家 早点工作 现在已经好多了 早餐两天是好多了 要昨天那天来 我们一家人都下坏了 下来天都下来 你坦泥了 也是的 从一开始的难以置信 到如今的搏一把稀棒 这样的心理变化 张广之一家人 走过了很长时间的历程 张广之一家人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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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医生说来 你很有可能就好了 现在已经就是都好了 就等你自己慢慢回复了 心里是感谢我的 心里是感谢我的 不用感谢我的 那你连我那大 我都没感谢你 感谢我 感谢好了回家 知道了吧 没有啥对不起谁的 为了进一步治疗 王俊主任请来了血科医生 好长 生物学啊 你认出来人吗 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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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特色特色 因为昨天小便也多 打扮也多 你确实清醒好多了 我觉得 我还又做了一次腰车 那次腰车查哪些项目 我们全查了 NJS也查了 也查了 还有一个就是学里面的EBV病毒 还是养性 十个三次放我看 对 1.18前一时 十个三次放 他用过一次嘛 一头七两个号 那会儿人们卖了70%了 把我们吓一跳 说这个撑不住了 还有一个担心交代版本的 行 你知道吗 你今天天天能出ICU吗 我觉得出是可以出 但是觉得说 你们把它弄过去 要么你们再弄回去 再可以了 行 好的 嗯 看看明天能不能把它弄过去 明天跟我们回去 好不好 要谢谢金主委 没事 很好 要谢谢他们 好 来 好了 好 好 赶紧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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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赶紧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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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的幸运 并不是每次都有 对急诊ICU的医护人员来说 血液病人仅仅是其中一个缩业 医学的局限固然存在 博弈巴的挑战却从未停止 年纪轻了呀 医生总共尽量想办法帮你 说病人还不太配合 今天这块比较呼吸治疗 然后多关怀也可以 你爱的是 否则你还幸福地玩不玩 是 好于希望 慢慢爱 十字眼 希望是好的 嗯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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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